讲中心 画面上是国际狮子会300F区基隆木兰狮子会 运用国际基金会DCG方案 捐赠245个热水快煮湖 帮助基隆家福中心所辅助的家庭 包括国际狮子会300F区近乃镇总监 木兰狮子会会长向玉宏 第一分区主席施连发 跟LCIF协调长林兆凤等师友都共相胜举 参加这个捐赠仪式 我们总共捐出了台币10万2900元 购买245个热水瓶 供应我们基隆地区弱势族群 那这个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之前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跟基隆家福中心有联络 那他是跟我们讲说 他们因为那个插电式热水瓶是消耗品 他们很容易消耗这种商品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捐赠 那个插电式的话 让他们那个在冬天的时候 刚好现在是夏天嘛 冬天的时候可以有热水可以饮用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 对我们的弱势族群才会真正的去帮助他们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际市日会基隆木南会 今天的回拨款的捐赠 那捐赠这个热水瓶非常 因为我们的辅助家庭非常有需要 那所以呢 因为在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 小孩子直接就可以插电 然后煮一些东西自己来吃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基隆家福中心也提到 用来服务弱势家庭的工作车辆 也已经相当老旧 国际狮子会300F区总监靖乃正 当下也允诺 明年将持续利用狮子会的经费 来帮助家福 泰换老旧的车辆 我们每年捐的这个国际基金的回拨款 有大概一百多万 今年全部用在买车子 包括台东有一部家福中心的运输车 以及北南卫生所的一部 这个斯文传动的医疗车 还有基隆也有一部 那明年的话 我们一样会有回拨款 这个回拨款事实上都是大家捐赠的 给国际基金 然后他有15%回拨回来 那我希望说明年我们能够跟家福中心来合作 因为家福中心说他们有一部运输车 大概也有点老旧了 要胎换 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一笔回拨款 来帮助家福中心 让这个小朋友或者物资的运输更安全 非常感谢基总监有看到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服务的辖区 有山有海 然后服务员非常的广阔 像基隆也有一些山区 那金山万里 还有一些平双贡 那这些有山有海的地方 其实我们必须非常需要载运 尤其那一期那段时间 因为他们也出不来 所以我们沿路发放物资 那还有很多的社团捐蜜捐油 那都是非常重需要来载送的 所以说那个车子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感谢基总监有想到我们 然后愿意持续帮我们努力来募集一台车子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贴近我们社工的服务 因为光靠两双手 一双手跟一双脚来走 真的有很多是做不到的 照顾大基隆地区的基隆家福中心 相当感谢国际狮子会300F区 与基隆木兰狮子会的爱心 也希望受服住的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让爱不断循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